你好,老妈妈 我是老弟 你对着自己的嘴巴 1946年出狗 1946年出狗的是吧? 你想看什么? 我想讲西北 看看身体的问题 那老妈妈,我现在跟你讲几个问题,好吗? 第一,你要注意 现在从你这个图灯看出来 你的牙齿全部松动 牙齿可不好 听得懂吗? 听得懂 对不对 对 这是假的 第二个,老妈妈,我告诉你 你眼睛 有一个眼睛越来越差 对不对啊? 你要我讲老婆娃,对不对啊? 对 第二个,老妈妈,我告诉你 现在看你 你的记忆力越来越衰退 什么都记不住 是的 还有,你自己要记住 你有两个地方以后要出毛病的 一个是你的腰 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对的 还有,要注意 你还有这个 脖子颈椎这个地方 酸痛 和这个肩膀这里不好 是的 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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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上去一次拳 看完了 再要重新打 哦,老妈妈 你的脚 腿的关节也不好 是 老妈妈 你有一个打过胎的孩子 在你的大腿上面 所以你的大腿走走路就会痠痛 是 好了 你一直撕下去好了 我还抹下去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妈,你都看过了 老妈妈,你要记住 你如果把自己心中很多都不开心 还放在心中的话 时间长了 你会得忧郁症的 因为你这个人非常忧郁 什么都放不下 是 我讲了 听得懂吗 老妈妈 我懂 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 不要再吃苦了 想开一点吧 儿孙只有儿孙苦 你对孩子的要求太高 明白了吗 听我的话 更关心不上念念经 保你想得开 你再这样下去啊 跟你说脑子越来越差 明不明啊 是的 好了 他什么都不问 就来验证一下 有什么用啊 那你有改的呀 好了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有 看他想起来 看这个问题 我的头痛通常有三四年 头痛 我刚才跟你说过什么 你有一个打过胎的孩子 在你身上 你说说 你的头会不痛吗 你赶快把它念小房子念掉 我帮你不痛了 妈妈 你只要念四十九张小房子 你待会儿门口去拿小房子 回家好好念 念了就烧掉之后 你看你头还痛不痛 你不要说三四年了 你十几年我都把你吃得好 好了 谢谢 好了 哪有什么忘记啊 好了 不能讲了 不能讲了 差不多了 你已经问了好几个问题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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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